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31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最终是上涨了141点 来到了15,095点的一个位置 是重新回到了15,000点的整数大关之上 而且今天的一个行情是呈现开低之后 逐步向上去做走高 而且最终收在最高点的一个位置 因此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当然今天整体的走势 它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强势的行情 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当然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一波的一个修正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 然后接下来可以大幅度向上去做一个走高 那下午是要告诉各位 当然我知道这样子讲 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开心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要就市论市 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要跟大家讲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为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现阶段的行情还没有确定 是不是一定能够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那之所以会这样讲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当然今天的一个拉台 有它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最主要两个原因 一个是MSCI的一个季度调整 在尾盘的时候有出现比较明显大的成交量 我相信这个大家其实都有看到 另外今天是周选的结算 那只要遇到这种所谓的一个选择权 结算的一个时间点 原本它的股价就比较容易出现 大幅度的一个波动 因此今天的拉台 当然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存在 不过如果说我们以现阶段 就是目前在正在交易的台指期夜盘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今天拉台幅度这么高 但是到目前为止 录影时间是下午的4点32分 目前的电子这个台指期的夜盘 是下跌了87点 因此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其实也告诉各位 这个行情还没有正式确认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而这样的一个方向 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做确认 原则上我认为未来两天台北股市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那原因在哪边 原因当然我们过去这两天有跟大家谈到 刚好面临两个比较主要的技术面的一个转折 一个是KT指标的一个转折 另外一个是月均线的一个转折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大家看到 今天KT指标是有一点翻扬向上的一个味道 对不对好但是上一次基本上他其实也有这样翻扬的机会 最终的结果是失败了 所以整体来说在他出现所谓的一个黄金交叉之前 说他一定会转折向上 这个当然其实有一点点言之过早 那不过就所谓的一个扣底的角度来看 他的确会稍微比较有利于多方一点 这是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的 那至于月均线的扣底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今天最可惜的 因为你都已经来到15095了 其实可以试着再往上再推一点 如果说政府基金的控盘者来看的话 事实上如果再往上去做一点点的推高 他其实就能够回到这个月均线以上的一个价位 那因为目前的月均的一个扣底 他在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明天礼拜四后天礼拜五会扣到14545 这样子的一个低点的价位 那原则上均线的一个波动会比较反复一点 就是行情如果跌他就会下弯 行情如果涨他就会往上走 所以你今天看到月均线 今天是呈现了一个翻扬的走势 这个我想过去这几天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了 那只是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概念是在于说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明天如果说能够回到月均线以上 因为这个是转折是比较有利于多方 那这个转折是比较有利于空方 所以整体来讲如果是在礼拜四礼拜五 这两天的时间里面 他能够回到月均线以上 那当然你接下来往上扣就不怕 对不对 因为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是说 如果礼拜四礼拜五你没有站上去的话 接下来的扣底往上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你的月均线 就会开始呈现下弯的一个走势 因此未来的两天我觉得还是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因此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这个时候先不用急着去认为这个行情 一定会大幅度向上去做喷出 当然有喷出最好 但是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谈 就是你的行情各种的状况 你都要把它评估在里面 然后你才有办法针对你对于行情的想法 去针对你手上的部位去做调整 所以我们简单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今天的一个行情 当然多多少少有一点 刻意拉抬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那明年礼拜四跟礼拜五 它会面临到双重的一个转折 我们要观察重点 是不是能不能够站稳到月均线以上 那月均线它就会成为你对于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到底是要增加持股 还是增加现金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重点 原则上月线以下 少股多现金 月线之上多股少现金 大家把这个逻辑把它记起来 我觉得就会稍微比较清楚一点 好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然我们现阶段手上 还是有一些持股的部位 那今天也有随着行情 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的过程当中 那个股 因为指数的一个回档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个股上面的一个修正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最原始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哪一些个股 它的一个股价走势 能够在行情指稳之后 能够快速的向上去做走高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方向 所以在今天的一个行情 我想我们手上的个股其实都有往上去做一些拉抬 那这个我稍后的节目里面我再来跟大家做分析 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谈一下 期货的一个操作 好那过去这三天基本上 我要先讲了 当然这三天其实我们的操作都是 最终都是挺损的 我想还是要先提醒大家 但是我们还是维持着我们的一个操作逻辑 因为行情原本起起落落 他本来就不可能说你每天都是对的 但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在今天早上 事实上在今天早盘的一个节目 当时其实我有去提醒大家 对不对 就是现在这个是夜盘了 就是从这个之前 那当时其实我有提醒大家 就是说价差的收敛 如果你去做追空的话 你很容易会因为价差的收敛被修理 这个是我当时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的 好但是今天的行情 基本上我是等到 他的价差明显做收敛之后 而且来到那个预估的高点 当时如果说以早盘开盘状况来看 预估高点是14951 所以我们选择在960附近 我们才去做一个空单的一个进场 不过今天行情当然有一些 刻意拉抬的一个味道存在 所以最终我们是在15000点 去做一个停损出场 那是40点的一个空间 就是往上被嘎空了40点的一个空间 但是一样要强调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论我们做对对错做错 我觉得都要给大家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想法 就是期货 事实上股票也是一样了 股票也好 期货也好 你一定要严格的去设定你的停存点 如果说你有心存半思侥幸 因为事实上过去这两天大家都有发现 就是基本上我们网上嘎到停损之后 他其实都有回过头来 回到原本的成本价区 或者是更低的一个位置 但你只要一次凹单 你去想一个问题 如果这里你不看 虽然说最终他又回来了 但是整体来讲 如果你凹到这个位置 最高来到15099 好即便我们知道说 他是有刻意拉抬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但无论如何市场当中比的就是 最终你是对是错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你该出场该停损 我觉得还是要去做一些 持股上部位上面的一个调整 还是要把这样的观念去带给大家 那既然讲到期货 我顺带谈一件事情 大家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QR Code 对不对 看那个Logo 你应该知道是YouTube频道的QR Code 基本上夏老师在今天 是我们4点半到5点的节目 是最后一天 9月1号开始 我想我们在这个时间就不会 在电视上面跟大家做节盘 但是整体我们还是每天都会提供给大家 我们对于盘式的看法 那会再放在哪里 会放在运通财经台的频道 以及夏老师自己YouTube的频道 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的 麻烦快点帮我们订阅起来 因为事实上不只是对于行情的分析 我先这样子讲好了 为什么现在下午4点半的节目 就选择不录了 因为必须讲 就是你固定的时间 反正你无论如何 你4点半就一定要坐在这里 要跟大家讲盘式的分析 然后都要完完整整的讲完25分钟 当然大家过去如果看 三小时那个网路上录的节目 你会知道我们常常讲超过这个时间 对不对 但是你25分钟你要分段 然后又要有时间点的限制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 很清楚的跟各位去做陈述 所以当然转到网路 我想这个其实也希望说能够给观众朋友 更清楚我们对于这个行情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对于个股的看法 那另外期货的 我昨天其实我有跟大家谈到 因为可能有些人只做股票 有些人只做期货 那原则上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节目来录 但这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后续 我们会有一连串的包括产业的分析 包括技术分析 包括了一些股市当中 要注意的重点跟教学 这个我们都会在自己的频道上面 陆陆续续去做一个上架 所以如果说你认为 夏老师讲的还不错 或者是我们对于产业的了解 对于股市的了解 你是觉得跟夏老师可以学到东西的 那就麻烦大家好 帮我们把那个YouTube的频道 把它订阅起来 那就扫描这个QR Code就可以了 好那回到个股的部分 还是要先谈一下 然后个股的部分 当然今天 大多数个股其实就有慢慢的往上去做拉抬 那我应该这样子讲 当然我知道今天大概 所有人讲的大概都是 做了什么样的股票 赚了多少钱 我知道这个其实一直以来都是 市场当中收会员一贯要用的一个手法 但是我觉得 投资朋友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 第一个 他们套的股票 他们有没有持续帮你去做一个追踪 因为有些 反正一次叫个五党十党 一组会员叫个五党十党 那套牢了就不管 然后赚钱的拿出来讲 所以感觉好像永远都是赚钱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股市本来涨涨跌跌 它就会有不同的情况去做发生 不可能说每一档都是赚钱 每一档都是赔钱 但是你在做股票 你在选股票的时候 你有没有透过很严格的筛选机制 或者说是基本面的一个判断 你可以知道说这个股价 今天行情跌 当然大多数个股都会跌 这无可厚非 但是基本面好的股票 它会第一个它会跌的比较少 第二个它会很快的回到 具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什么叫具有竞争力的位置 我们来看波罗威 今天收盘的价格是 当然高点不是波段高 但如果我们单纯就收盘 这样的角度来看 今天是创下整个波段以来的最高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格局来看 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它走的是一个横盘的震荡整理 那横盘的震荡整理 一路到今天 你可以看到可以指标 再度出现转强向上 对不对 好 但今天量能稍稍不够 原则上你如果要 发动攻势的状况之下 至少都需要有月均以上的一个成交量 那月均量是 今天最后是降到1.4万多张 就是1万4千多张 那原则上明天要持续能够做补量 原则上再补量 它的股价就比较容易去突破 这个平台整理的区域 因为你去看今天收盘价是 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最高的一个位置 那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一直着重在波罗威这档个股上面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这里做过 对不对 7月28号这一天做过 然后股价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整理 公布财报 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 连续两根涨停板 但我说真的 其实我对于这两个股 我觉得它股价是真的有点比较委屈 所以主要委屈的原因是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当然我要先讲 所有的产业 同属一个产业 当然做的东西还是会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去做对比的话 同一个产业 它的价格真的不算高 你看如果说以光鲜产业的角度来看 波罗威赚2.61对不对 好 那2.61我们刚刚看到了 收盘价是62块9 最近很红的4977的重达 上半年赚多少 赚1.24 股价在哪里 股价现阶段的一个价格是在 119块半 好 那之前也很红的6442的光盛 它在第一个季度是赚2.38 好 那目前的股价是64块半 好 所以即便你去抓 产业 应该说产品比较相近的光盛来看 事实上波罗威的获利也比较高 但是股价却是输给光盛的一个股价走势 这个是我认为说 后续它的一个股 或者说我们当时最主要操作的重点 其实在这个地方 所以明天大家可以关注就是 第一个我能不能够延续今天的公式 第二个我能不能够放量 如果说能够放量的话 有机会去突破这个所谓的高点区 那如果没有放量 往区间上源碰 那看行情 如果行情不是特别强势 原则上应该还是要做一部分的持股调整 我想我们在节目里面 先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 因为如果你是看节目的 看电视节目的 明天就不是我了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 投资朋友你认同夏老师的一个操作的想法 或者是说 你想要跟着上 跟上我们的一个及时讯取 因为有时候其实我真的比较担心 就是我都希望说股票出掉之后还有高点 为什么因为我讲的时候 你隔天你才会有比较好的价格可以出 但有时候那个股市不是我们在掌控的吗 所以比较担心说 如果有调整或者说有进场 那你比较晚才看到 或者是你晚上看那个 网络节目你才看到的时候 你可能会就会错过一些价格上面的一个落差 所以你认同如果是认同夏老师的一个操作方式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一样会针对现阶段 我们跟大家所追踪的这些持股 后续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请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陈通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无往不利 陈通斗铺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刚刚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跟大家谈到 我认为这个行情可能并还没有说确认能够翻扬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虽然说今天的一个行情很明显是内资往上去做拱高的 对不对 但是外资我想它还是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推手 那我们来看一个图 其实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会讲说现在还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架构 上方大家看到这个K线图 它是台币的汇率走势 所以这个当然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 反正往上走它代表的是一个贬值的态势 往下走它代表的是一个升值的态势 那为什么一直要跟大家强调汇率 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今天早上在解到台积电的时候 或者是说我们在看期货的一个讯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把台币这个角度把它考量在里面 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基本上台币如果贬值 应该说这样讲 尤其是最近这个所谓的升息循环 如果你是那种没有升息没有降息 然后没有太大的市场波动的一个行情 它未必可以当作是一个参考的指标 但现阶段因为美国在走一个升息的循环 所以它会影响到什么 它的一个走势它会直接影响到外资的进出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下面这个是外资的对于现货的卖超 你会发现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大多数都是前线卖超 对不对 因为我的币值一直往下扁 往上去做一个扁值的动作 所以一路到什么时候 你看这里小幅度升值外资那天是买的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点震荡 虽然是贬值的 那时候外资小买 然后这几天这三天的时间贬值卖244亿 贬值卖184亿 今天盘中转为升值 今天小幅度买超大概 小幅度买超大概20亿元左右的一个空间 所以基本上什么时候外资针对台湾的提款 能够结束很重要的关键是你要看汇率的变化 当然汇率我们不去做预测 因为这个是央行的职责 我们不能够乱讲 但至少你就方向跟趋势来看 你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 这可能是投资朋友要比较注意的一个重点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个股 事实上我们今天个股的股价表现都算是相对强了 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概念是说 所有人都跟你讲说 他们手上最强的股票 大概弱的股票跌的股票 他也不会跟你讲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概念是说 你最终的结果 你不是只做到那些涨停板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整个统合来看 到底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 我想我们前面怎么做 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长荣也好 波若威 振华电 这些个股连续性往上去做 走高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做追踪的 但即便这一波行情出现回档 第一个我们有一直无限制的买股票 对不对 第二个我们买的个股 其实大家会发现 当然有的涨有的跌 他整体套牢的幅度 他其实都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 那这些个股事实上你会发现 当行情表现稍微比较走势 比较平稳一点的时候 他这些个股的股价其实都会有一些表态动作 所以包括像是台胜科 他是来到最近八天的收盘价的一个高点 所以你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一样的概念 基本上这种个股其实都要强调 基本上转强向上 你必须要搭配一个东西叫做量能 所以目前的台胜科的月均量是4776张 KD指标要转强 那原则上明天要出现增量 他就会有比较明显助长的效果 因为我们在市场当中 谈到的都是助长助跌 所以整体来讲有量 他就会有助长的力道 没有量 那原则上碰到季线之后 我们要看一下 他的股价有没有进一步再往上走 那如果没有该调整还是会多调整 那另外包括盘仪 现在是月季线当中的区间震荡整理 事实上因为这个股价相对来讲比较小 那我是会觉得说 没有明显转弱之前 其实不用急的去出 因为这个大概就是有点火 盘中只好有点火的买盘 那股价其实都会拉的比较快 那另外包括了普城 普城是最近三天的收盘价高点 这两个股 它其实也是维持在月季线当中 去做震荡整理 但这个我们昨天跟大家谈过 对不对 就是说你就指标的一个计算来讲 这个也是我接下来 应该不是下个礼拜 就是下下礼拜 我会跟大家去做一个细讲 就是在自己的频道里面 会跟大家谈技术分析的应用 当然很多人都会讲说 技术分析没有用 其实说真的有用没用 这个是第一个看你会不会用 第二个你有没有去严格执行 你明明就看到讯号 那如果你没有去做 意思不是一样 那你不如不要用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会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 去跟大家去做一个 比较细节的分析 或者细节的说明 这个地方就 大家就拭目以待 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这个其实你现在扣底到高 对不对 明天开始会往下掉 但是我指标在相对低档 所以相对而言 我比较容易往上翻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它不是一定往上 但是至少就 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它是比较容易往上去做拉抬 那另外一档 个股也是一样 就是8028的升阳半 今天是破月线之后的一个收缴 好 所以你看 这一波的股价 第一个我也不是带你买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是买在 大概72块半附近的价格 跟今天也不过就是2块多的差距 对不对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看 我先跨到这里 明天我的高点就变这个了 你知道吗 所以相对来讲 它会比较容易上来 所以有时候其实 买股票卖股票 其实都是一门艺术 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行情比较好 对这样个股会比较好 比较容易比较适合买进 那跟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卖出 它其实都可以透过一些计算 来做一些调整 所以如果说 投资朋友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或者对于产业有兴趣 未来我们都会在自己的频道当中 跟大家做说明 不过今天是 我们在4点半到5点这段时间的 最后一天 所以如果说 投资朋友你认同 夏老师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跟大家所谈的 我想我们都是很实实在在的 去跟大家去做分析 如果你认同我们 想要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们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8月31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ott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ott 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igon ID为 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